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雨童 今天談的這個話題和無數中國百姓密切相關 是什麼話題呢?那就是醫保 中共的醫保支付方式改革近期成為中國老百姓討論的焦點 因為它關係到千家萬戶的健康和幸福 所以我們要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看看中國老百姓們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他們對於醫保的感受又是如何 好,下面讓我們直入主題 據中共官方消息 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目前已在中共各大部分地區展開 這個消息隨即引發人們熱議 據中共官方介紹 中國先後啟動DRG和DIP付費支付方式試點 到去年底,超過九成統籌地區已開展DRG、DIP支付方式改革 改革後,改革地區住院醫保基金按項目付費 佔比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 在這段話裡,最關鍵的就是這句 改革後,改革地區住院醫保基金按項目付費 佔比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 人們紛紛猜測,醫保支付方式改革 是因為醫保基金沒有錢,要控制費用支出 對此中共官方發文進行否認 中共國家醫保局的一個什麼負責人說 支付方式改革的目的絕不是簡單的控費 但是,讓我們來看看中共幾年前是怎樣說的 2019年6月6日,中共經濟日報發表文章標題是 醫保支付賣入DRG時代 專家詳解DRG付費發展前景 其中說,資料顯示 2009年衛生總費用為17541.92億元 2017年達到51,598.8億元 不到10年時間,衛生總費用已經翻了兩倍 比醫保基金帶來不少壓力 而這一部分的小標題直接就是 醫療控費迫在眉睫 這個說還未夠明白嗎? 就是沒有錢了,就是控費 請注意,這個還是在2019年 對於中共官方的說法,人們根本不買單 在網絡上回對說,不是簡單控費,而是複雜控費 還有人說,不是控費是什麼 不可能全國醫院集體商議吧 我姑媽在中山陸院做完結腸癌手術後 第四天醫生就要求出院 那麼這是什麼回事呢? 為什麼醫院一反常態主動要求病人出院? 這就與這個所謂DRG付費有關 正是因為這個所謂DRG付費 導致醫院開始對複雜病人進行拒絕 而一位網友的短短幾句話 讓人細思極恐 那什麼是DRG付費呢? 我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知道,以前誰要去醫院看病 費用支付是按照一共花多少錢才進行支付 醫保就按照固定的比例進行結算 而DRG付費是按照病種來付費 將疾病治療進行分組 出院結算的時候 醫保就按照每種疾病的固定費用來進行結算 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比如說 有人到醫院醫藍美炎 做藍美炎的手術 醫院就會將他分到藍美炎這個疾病小組 不管醫院給他做了多少檢查 花了多少錢 醫保結算給藍美炎的金額是固定的 那就帶來一個問題 醫院從過去千方百計讓病人過渡醫療 走向另一個極端 變為降低醫療質量 限制新醫療技術的使用 為什麼? 因為萬一超過醫保固定的結算金額 那這些錢誰來出? 醫院來出 醫生自己的利益就會受到直接影響 可能有人會想 那多好啊 這次醫院都不敢過渡醫療了 但是大家想想 這個會帶來另一個問題 醫院開始減病人 減病症 為什麼? 都是一個字 錢 如果是簡單的小病 醫院一算帳 這個有得賺 可以醫 那麼很多老年人怎麼辦呢? 大家知道 老年人經常同時患有多種疾病 甚至這些疾病還會互相影響 在這個醫療支付方式的改革之下 醫院就會選擇拒絕接收這樣的病患 拒絕重症病人 複雜病人 那不就是更麻煩? 過去是過渡醫療 你下要找各種理由將病人拒絕門內 那麼中共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存在這樣的問題 還要在全國推進這個改革呢? 一位專業人士是這樣說的 搞DRG是要有先決條件的 但是在國內推DRG的主管部門 根本不管不顧 足以說明國內推DRG 根本不是為了調整合理的醫療費用 明明白白就是將醫保待遇降級以達到平衡醫保基金的目的 包括藥物耗財集財都是一樣的 這句話已經說得很明了 說得明就是醫保沒錢了 這是最關鍵的原因 還有一位網友說的 令人細思極恐 他嘲諷說 退行了DRG付費改革以後 醫院不願意收複雜病人 他們之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這些老年人早早去世 不單只省了醫保 連養老金都省了 一舉兩得 這是利國的好政策 你覺得他說的有沒有道理呢? 說實話 對於這個連老百姓器官都能謀財害命 喪盡天良的共產黨來說 他這句話令人無得誤信 看看在中國網絡上 圍繞著醫保話題 人們進行的吐槽 就能體會到中國人生活得有多艱難 有人說 今年報銷員比去年多交了一半 1800 尿毒症 還有一位女士說 孩子腸胃炎住院洗了2600 報銷後我真的想哭 你們猜報了多少錢? 人們有猜900多 有猜300 結果這位女士說 2600只報銷了200元 這個金馬實在令人感到吃驚 很多網友都是為人父母 當然都是感同身受 人們說 真是離譜 什麼回事 你這個確實離譜 太傷心了 因此很多網友表示 不想再繳納醫保 有人說 如果不是強制都不想交 還有人明確表示 我今年都不交了 以後不交了 人們紛紛質疑 我爸爸媽媽年年交 沒怎麼用過 你跟我說你沒錢 錢到底去了哪裡啊 人們希望拿回自己的醫保錢 他們說 可以把這些錢退回給我嗎 我不要你們的退休金 可不可以將我這麼多年來 我自己個人部分繳納的那份保費退回給我 看看這些話 真是讓人心裡很難受 明明是自己的錢 一到共產黨的手裡 自己根本說了不算 人們在討論中 連想到中共的那些官員們 他們說 有些人在ICU一住就是幾年 也不用出一分錢 而有些人一入院就讓出院 普通人有病不敢去醫院 有些人361天全額報銷 天天在醫院 100%報銷的人太多了 都是幹部 大幹部 中幹部 小幹部 老幹部 想問那些長期住在醫院裡面 又不用出錢的 住幾個月的人 他們會不會有影響 很多網友不約而同的提到一個人 他就是前上海市高級法院書記 副院長范祖祥 2023年6月份 一條短片在中國網絡上突然爆火 影片內容是 上海頂級三甲醫院 瑞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一個76歲的老人 一住就是4年 就是這位前上海市高級法院書記 范祖祥 幾年前 范祖祥因老僅送醫急救 他不可以說話 不可以入食 和殖民人無異 全靠設備和藥物維持著生命 這4年下來公費開銷7300萬 據估算 他一個人的醫療開銷 大約需要3,000多普通工人 連續交4年社保 不僅如此 這位中共官員在享受 全立免費醫療同時 家人還能領著高額退休金 那你說 他享受的那些全立免費醫療 由誰來埋單? 很明顯 全部都是由老百姓埋單 這個還僅僅是一個 上海的高級法院書記 在整個中國 好像他這樣的 比他級別更高的 發燒更大的 還不知道有多少 時事評論員 秦鵬曾經爆料說 早在2002年 當時他還在北京清華大學 讀MBA 有一個財務課的老師 在課堂上就跟他們說 北京三甲醫院 很多這種植物人一樣的老幹部 他們的治療、看護 全部都報銷 中共官員們到了一定級別 尤其是到了所謂的 黨同國家領導人 也就是副國級以上 上面的要求是 要不惜一切代價搶救 所以各大醫院 會趁機採購全球 最好的設備和藥物 反正花費最後都會報銷 醫院還趁機更新了設備 這位清華老師當時說 這些人每人一年就要花7千萬 問題來了 不惜一切代價 這個代價由誰來支付 是共產黨還是中共政府 還是中國無數的老百姓 答案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2023年2月份 有海外推特援引中共體制內的爆料稱 中共中央同省級高官的醫療保健 由中共中央保健委員會負責 這些中央同省部級高官加起來 也就不到1千人 但是2022年 一年獲得的中央財政撥款 竟然達到164億8千萬 而湖北衛健委同年所獲的中央財政撥款 那是多少呢?只有51億6千萬 也就是說不到這1千人的三分之一 你說可不可怕? 原國家衛生部副部長恩大輝 在早年曾經公佈了一組數字 結果嚇到中共官方緊急出面進行所謂闢謠 恩大輝當時是怎麼說的呢? 請注意 據2006年的一份中國青年報報道 衛生部原副部長恩大輝 引用中科院調查報告 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 80%是為了850萬 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 這一說法在2013年8月15日 被中共的《法制日報》再次引用 那麼這個具體數字是多少呢? 中共官方資料顯示 2006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約為7千億元 其中政府投入佔衛生總費用大約1,190億元 也就是說你1,190億裡面的80%也就是952億元 都被中共花到它自己這些黨政官員身上 而全國中國老百姓十幾億人全部加起來只分到20% 也就是說區區的238億 一邊是850萬中共官員花了952億元 一邊是十幾億人花了238億 另外在同一年也就是2006年 據中共監察部、人事部披露 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 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佔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 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看看這些數據 你說中國的老百姓為何這麼難享受到好的醫療服務呢? 這就是其中一個主要答案 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歡迎你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的節目每週一和週五固定播出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請幫我們點個讚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